位于中国西北部的乌鲁木齐,是中国首批建设国家级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工程的城市之一。 近日,记者走进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,上千个集装箱像俄罗斯方块一样整齐地码在货场,伴随着阵阵汽笛声,远处铁轨上不断有货运列车驶过。 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是陆港区推进中欧班列运行,落实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平台,能够满足全国的中欧班列集聘集运,有利于促进整个中欧班列降本增效。 近年来,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经过扩建,现拥有7条单线850米的整列货物作业线,能够满足国际班列直接编组发车和近远期中欧班列西通道运输需求。 年发运能力可达7000列,年货物运输能力约1000万吨,带得出去,还要拉得回来,让货物形成闭环式运行,有效提升中欧班列运输效率。 今年上半年反乘率大概在20%到30%左右,就是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,主要是我们在拓展进口,利清进口一些原材料的产品方面,就是积极地跟境外的厂商进行一个合作和接洽,吩咐我们这个进口的这个品种。 朱家是乌鲁木齐某国际贸易公司业务部经理,他告诉记者,急拼急运模式可以让集装箱和其他公司的一起装车运发,大家分摊运费,可以降低运输成本。 该公司主要是通过中欧班列从事内贸和外贸两部分贸易。 目前做的有两条线路,第一条是一个番茄酱的出口,委托中欧班列进行出口,通过海铁联运拉到意大利等国家,然后每年大概要,数量在一万吨左右,大概发8到10列中欧班列。 第二个呢是,主要是通过出口,中欧班列进行一个轻工业产品和一个零部件的出口,然后回程的主要是采购一些化工制品,形成一个整体的循环。 截止目前,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已开行线路21条,通达中亚和欧洲19个国家的26个城市,服务于国内十多个省市,运载货物包含200多个种类,累计开行班列4600余列。 这些奔驰在一带一路上的钢铁驼队,成为世界经济的助推器,正在给沿线国家和地区带去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